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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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能为你一个人或 三千三呀 三千八呀 总不要停歇 如果你也听说 会不会相信我 对头也会复合 还是你知道我 还是我 我要快乐 我也好能睡的安稳 有些人不抱着 会不会再入阔 再会应该歌手 当千万眼光 当刺耳盛下 你用彩虹的蓝帽 我也要包装 我最记得 你过得怎么样 背过的脸子 你变来无恙 打开轮转地下 我就想着心想 本来就能解答 等着自己努力麻烦 你呢 我要你爱我 就像我的蓝帽 中心里的黑 跳 就跟我一起跳 像心脏一起跳 往音乐里面跳 请来回家 两个人 那时候 虽然以为过去 我总有一个 会记得 海上天 前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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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大家好 好 那个尖叫 那我要加什么饭 首先要感谢各位闺蜜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朋友 以及我们亲爱的歌蜜朋友的光临 在下小宝上台去光 谢谢大家 开场前准备了一段话 可是刚才跟大家一起在欣赏这段短片的时候 我已经完全忘记我要讲什么了 我一直很强调说 音乐是有故事性的 音乐的故事性它体现在哪里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是说 每当我们若干年以后再听一首歌的时候 我们就会回想起 当年我们在听这些歌的时候 当时的人和当时正在经历的事情 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吧 谢谢你张伟妹 谢谢你的歌 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 值得记忆的东西 用你的音乐串联起来 并且组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人生 把掌声送给 音乐之神张伟妹好吗 好 今天不需要煽情 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好消息要公布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 乌托邦世界巡神演唱会 11月19号这样唱响我们的 狂龙体育场 那所有的歌迷呢 也都会觉得杭州这个城市 对于张伟妹的演唱会来说 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那下面请允许我邀请我们今天第一位贵宾 我们请到我们杭州厂主办方的代表 陈刚 陈总 来我们解答一些些小小的疑惑好吗 来 掌声有请陈总 陈总好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来光临我们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其实没有什么奥妙 刚才讲的这个要揭晓一些那个 我在鼓动全区啦 照个气氛 非常感谢的是这个我今天到场的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记者 全国各地来的 这个我们代表主办方 这个向大家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那么也要感谢我们阿妹后援团的这个这些成员 你们从城堡各地有的坐火车有的坐飞机这样子过来 你们也辛苦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那么 呃 非常的感谢呢 这个刚才小宝也讲的 呃 我在家里也准备了一段话 被那个一下就给打乱了 也不知道说什么话 哈哈哈哈 都忘记了 是不是 那么但是呢有一点我还是很记得很清楚的 那就是我们这个乌托邦这个世界巡城演唱会的这个大结局 将在11月19号在杭州举办 那么其实在在杭州举办这一场演唱会的大结局的演唱会 呃 我们是非常的高兴的 为什么呢 是在阿维尼的这个演唱会在14年的时候 这个他的收官制作也是在杭州 我不知道你们来了没有啊 对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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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那一天的演唱会 呃 所唱下的几个记录 那个至今呢还保留着 呃 那一天我们很清楚的记得 就是呃 结束了以后公安把我上去 公安说你今天我一共批了你三万两千个观众 但是我们的这个安检门的记数到了三万七千人 那么这个记录就创下了华语歌台 那我们是在杭州举办的一个记录 那当然短短了两年是没有人会去打破它 我们非常的希望这个乌托邦 阿美的这个乌托邦的这个世界巡视演唱会的大绝极篇 能够把这个记录打破掉 大家有没有信心 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好不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呃 我们说到我们要拿破这个记录 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那么呃 我要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到场的 这个我们杭州方向的 呃 方面的这个这个嘉宾 特别要感谢一下 特别要感谢一下 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呃 也有很多的合作 我们在一起在运作这一场演唱会 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得最好 好吧 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承诺 呃 因为我们的项目管理公司 呃 加持 那个我们的这个经纪公司的川哥 把这么重要的演出放在杭州 我们要交一个满意的打救 呃 我们的合作方 这个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动词 也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一定会做到最好 好 呃 首先我要帮 呃 我要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到场的我们杭州的嘉宾 好 呃 我们浙江卫视节目部副主任 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声音的战争的这个 这个新栏目的总导演 嘉宾浩先生 欢迎 欢迎 欢迎您 欢迎 呃 我们媒体这个主办 我们这一次这个主办 东庭968 这个副总监 谢水兔女士 欢迎您 呃 我们的这个合作单位 这个圆和风铃文化总经理 温浩先生 谢谢 好 OK 那么我这样子就讲到这里了 好 谢谢陈总 铃圾 游性 有请 muy herkes 吴 你 Football 彌裳 1 B 小绵 這麼 這麼多的女生 你們好 大家冷靜好冷靜 因為我們今天整個發布過的現場 會有很多的高潮 你們一定要冷靜 好嗎 來 先坐下 我可以先聊一個誇你的話嗎 是 因為我們現在都不喊你找鬼妹了 對 不喊你叫劉海妹 因為新髮型非常成功 很厲害 沒有 因為每一次都想要做一些變化 然後我們這次演唱會也走了這麼久 一個造型 然後跟所有工作人員就覺得 是不是要來玩一個什麼好玩的 那其實我在之前就有剪過劉海 是不是 很久沒有再變回那個阿妹 就剛好有這次機會 所以就把頭髮稍微剪了一下 非常成功 謝謝 因為妹姐的整個工作牌都非常滿 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有新的節目在錄製 而且那個我們烏托邦的世界巡神演唱會的史外版 已經越來越到快要高潮的時候了 那我很想聽聽你自己去講說 因為我也是剛從西安回來 也看了西安場的演出 是 真的嗎 因為巡神到了這麼久 我想聽聽看你此刻內心 對於這場演唱會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其實心裡面是有點捨不得的 因為 每一場演唱會的誕生 然後 所有的音樂編曲跟台上的舞台 任何你們看到的燈光也好 機關也好 我覺得那個都是花了非常非常長的時間去做準備的 然後 唱了 烏托邦 唱了 應該有快 一年 兩年了吧 是 對 兩年 是不是 差不多 就是已經幾乎走了一整個一輪了 然後 我們希望可以在很特別的日子 我們可以稍微做一些些的轉變 那你們都知道 因為我很喜歡在演唱會上面 經常改變一些順序 歌曲也好 或者是表演的風格 那這個是一個在舞台上面可以挑戰的地方 就像聲音的戰爭 忽然間講到自己的節目 你是要宣傳一下一把那樣多了吧 是 我覺得舞台要怎麼樣給大家看到很精彩跟很融入 或者是很感動很開心的一個演唱會 就必須要歌手他本身自己知道自己的心情狀況 或者是想表達的東西是什麼 在做一個改變 那我很開心 也很捨不得 就是烏托邦這個演唱會 剩下了最後一場了 實外版最後一場 對 最後一場 然後我們就要 即將要改成另外2.0更進化版的一個版本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要宣布了對不對 因為 因為其實我們整個工作團隊包括美姐自己都已經在投入到我們 烏托邦2.0慶典演唱會的前期的準備工作中啦 非常忙最近 很忙 對 稍微透露一下 是 演唱會大概就是目前準備到什麼階段 我們現在很多新的歌曲的重新編曲 他現在已經陸陸續續聽到一些傳回來的音樂 然後跟各位小小透露一下 一點點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就是呢 我們會 在不同 各個不同的城市 我們會適時的換一些 大家很熟悉很想要聽到的歌曲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如果到每個城市都大概換了一些歌 那個樂手老師們都應該會瘋掉 所有人都會瘋掉 對 所有人會瘋掉 但是這個是一個挑戰 我希望可以完成它 然後也希望再次看到烏托邦2.0 這個 新的 稍微新的版本的這個演唱會 會更接近你們想要看的 對 好 我們不能說太多 不行不能說太多 不能說太多 可是因為 剛才講說今天給美姐也要準備了很多的驚喜 因為講這個我們有很多驚喜妹都不知道 因為在你在準備演唱會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有偷偷的拜訪一些你圈中的好友 請她們說一說 她們心中的張惠妹 以及她們希望坑倒的演唱會是怎樣 而且 沒有來過現場嗎 當然不會 好 當然除了圈中好友之外 是 我要提前講一下 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還有你最親愛的家人們 有很多想對你說的話 OK 好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們今天送出的第一份驚喜好嗎 來請看大屏幕 感覺很緊張 在哪裡啊 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大屏幕 好 你在哪裡 你 謝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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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 我們今天有請人的烏托邦2.0世界巡迹演唱會 演唱會 烏托邦2.0的巡迹演唱會 演唱會 演唱會 新的演唱會 烏托邦世界巡迹演唱會 演唱會 烏托邦2.0的巡迹演唱會 一切順利更好更完美 到現場的朋友 都會陪著安美一起唱 如果能唱三天三夜就更好了 圓滿成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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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 圓滿成功 帶給我們更多的功力享受 活動活動活動 一次比一次的活動 圓滿成功 大賣成功 成功 大成功 最終對 Sty 9 priorit الس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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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他的歌的時候,特別是當你在現場看到身邊有很多的情侶,有很多的愛人,夫妻,他們相擁著跟幾萬人一起,有安美的歌聲, 串起他們的一個一個故事的時候,有的人會在現場唱起那些歌,我像擁吻一下的時候,都會覺得甜蜜用相的同時,你會被自己的那些故事聞到來著。 這次安美二十年無頭八二年的演唱會是,當然不如去被錯過的聲勢,我想會有很多人在現場,會有很多熟悉的陌生人在現場,會有很多因為安美很多的相互能點頭微笑之意的,同樣是他的歌名人在現場,一起為他歌唱,一起為我自己歌唱。 安美在現場的那個情侶,大家早就要老二人,或者你已經見過的,但是我想,我更想說的是,演唱會的本質是聽誰名,聽一個最會唱歌的女歌手, 用他的一首首節去和他的獨一無二的每一次現場的歌聲,喚起我們,由他陪伴的那些音樂的所有時光。 我們會在現場,跟你一起為張惠文,加油! 新人的歌唱,太棒了! 新人的歌唱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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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新人的歌唱! 二點即將要開始了! 期待唷! 年紀一代仁樂士一個全新的不一樣的秀! 曾經是重新的編曲,重新的歌單! 相信每一首歌,大家對美姐每一首歌都有不一樣的記憶,所以相信大家一定不要錯過,因為覺得會非常非常的精彩。 最後呢,我們要幫美姐打氣! One Two Three! 恭喜 恭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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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麼樣,怎麼樣,你說吧,怎麼樣 很感動,因為,就是,其實演唱會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 我覺得在台上包括了所有舞者和音,然後樂手老師,光光 你們看到的所有種種工作人員 我們要一起很精準的,很齊力的完成一場演唱會是非常難的 所以剛剛看到,大家其實有點感觸 因為一起走了這麼多場演唱會,大家都戰戰進進的 而且每一場都是,都到位,沒有任何任何的舒適 所以很感謝他們 然後剛剛也看到很多歌手朋友們,真的很感動 謝謝他們,我覺得有一些是好久不見 有些是現在經常在見面,那都很開心,也謝謝他們 我真的希望,演唱會可以,如果他們能夠的話 都來演唱會,一起來跟我玩,就是嘉賓的部分 我覺得會蠻好玩 所有的藝人的祝福,你也都看到 那其實,有一位藝人,他因為可能有工作的關係 他在國外,他沒有辦法錄製ID 然後他有送一個特別的禮物,他委託他的工作人員 所以,我們要請 我們要請 陳剛陳松 我很害怕,我不想有驚喜 不會不會,我要說今天滿場都是驚喜 OK 是一個花籃很漂亮的花籃,我們看上面寫些什麼好不好 好,放中間 是大姐 對 我們轉過來,讓大家看到 我們讓大家看到 好,我來念一下 因為這個花籃是大姐跟大清送的 他們寫說 你的歌,我們還想再聽 二十年 祝你的烏托邦演唱會完美呈現 謝謝 謝謝 我就直接打電話給他 好,謝謝陳總 麻煩工作人員來收一下花 好,謝謝 謝謝 是 好 好,謝謝 謝謝陳總 謝謝大姐 謝謝 好 有一句話 我一直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來表達 因為我們的烏托邦2.0的慶典演唱會 是 是天后您出道二十週年的紀念演唱會 是 對於這個數字 可以講嗎 還好 因為我十歲就出道 出道比較早 好 對 所以還好 所以 沒事你硬講 我們可以聽,沒關係 沒有,真的 嗯 數十年 啊,數十年 這麼久嗎 哈哈 再就幾年來 對 沒有 我其實真的還蠻感動 也很感人 因為 喜歡唱歌 喜歡用歌聲跟大家交流 因為很多時候就關心我的朋友都會說 你怎麼不見呢 你去哪裡 不唱歌的時候你在幹嘛 你好嗎 什麼的 嗯 我都 其實我都 我自己喜歡一個人 躲起來的時候呢 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找到的 但是 我永遠知道 在某一塊地方 在舞台上面 有一塊 有一個位子呢 是可以讓我抒發我的情感 跟熱情的地方 那個是我覺得我在在上面 是會覺得 是 是一個歸屬 然後也是一個 很安全的地方 那我要很感謝 我是真的要很感謝 因為一路走來 嗯 風風雨雨 我聽了 就是遇過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 很多人會說 欸 阿妹還有人會聽到唱歌嗎 或者是阿妹還會唱什麼歌 阿妹還會唱什麼歌 那我真的要很感謝你們 呃 不同的 這個 呃 輿論之下 還是 一直一直陪在我身邊 然後也一直 像 現場所有的各位大夥伴們 一直讓我有機會 可以有舞台唱歌 這件事情 是我很感恩的 真的要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覺得其實在這 數 我今天好像說太多話了 沒有 大家都願意聽你多說一些 真的嗎 對對對 我今天好像有點想哭啦 哭啦 後面應該有機會還可以哭 對 哈哈 在我們這個 數十年的這個演員身上 我覺得要特別感謝我們一路 支持的歌迷 因為我覺得 因為 每一站的演唱會 進行的過程當中 可以看到 不斷有一些年輕人 加入到我們整個 大的新的家庭裡面來 不停地看我們演出 對 沒錯 也是要特別謝謝你們喔 對 才能夠到 二十年 陪我笑 陪我哭 但為什麼都沒有人拿阿蜜特啊 就會很過分啊 有嗎 有嗎 阿蜜特也蠻酷的啊 對不對 酷的 對是不是 阿蜜特 阿蜜特也準備了一段視頻 喔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好不好 是唱一首歌嗎 不會吧 也不知道喔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OK 來請看大螢幕 好 太誇張了 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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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